佛告诉我们 阿罗汉怎么出轮回的 执着方向 于一切发布执着 轮回就没有了 轮回从哪来的 执着这个念头 变现出来的 心想什么 你有执着就有轮回 你有没有执着 轮回就不见了 你有分别就有执法节 轮回出去了 有四身法节 他有分别 分别没有了 执法节就不见了 四身法节也没有了 到哪里去了 祝佛如来 是报专严徒 在苏佛时节 就是花藏 华严经上所讲 花藏的事情 统统到那边去了 念阿弥陀佛的人 到极乐世界去了 脱离 是法节了 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道理 真修 修什么 就是放下 我学佛 第二次 见出家人 就张家大师 我对佛 我对佛 相信 尊重 是从 方老师那里 学来的 真正 修佛 是跟 张家大师 大师 我们见面 很多次 一个星期 见一次面 三年 那真正 善知识 实在是难得 咸诸诸诸 都在顶着 他的境界 我们不知道 给我们讲佛法 简单 明了 我向他人家请教 怎样才能欺辱 按照位置 小诚 是古 是像 大臣 华严 五十二个位置 怎么欺辱 张家大师 告诉 看破 放下 你就欺辱 看破 了解 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 了解之后 你才肯放下 千年受苦 放下 知识 就正好 反顾 与一切人 死无 都不知识 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 话说得容易 做成难的 为什么 洗一切太深 怎么办 在看破 上下功夫 真正把四十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才晓得 不放下 亏远之大了 不能提神了 看小诚 出苦 要放下 尽死烦恼里面 尽烦恼 五种 放下 就真的 出苦 小学 一年级 那跟大臣 出过 完全相同 大臣叫 出现 无畏的菩萨 是心 大臣是心 是住 是心 是灰象 是地 但你学 妙求 五十二个阶级 你在真肯放下 与一切法 不止住了 这叫真功夫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灾难这么多 日子过得这么辛苦 有没有 利用苦得落 这个年度 有这个定地想的 离不开 落得不到 不敢想 那怎么办 莱森 还是搞六道轮回 出不去 这不是小四 是大四 人生在世 这一次是个机会 你遇到佛法 你要遇到佛法 一点办法没有 遇到 能把这个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 就要放下 什么都要放下 身心 世界 绝不放在心上 是非人物 放下 身间放下 不要执着 这个身是自己 身不是自己 身是我所有的工具 我现在要利用这个工具 超越六道轮回 他把身间放下 没有是 真正的身是什么 真正是法身 什么是法身 变法界 虚空界 是法身 是佛为的什么 为的离苦的路 怎么样才能离苦的路 回归自信 苦就没有了 六道的苦没有了 是法界的苦没有了 52个阶级修行的苦也没有了 真正 大道之前 不难 难在什么 不肯正干 所以老实 听话 正干的人 决定能做到 不老实 不听话 不正干 这个不行 这个在这一生当中 更复几个月 来生后世 遇到了这数 如果是个真干的人呢 这一生 把握这个机会 我这一生 决定要往生 那要把往生的障碍 放下 什么等于障碍 我 投一个 秦知 父子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我对于这些亲爱的人 我并不是不爱他 我是真爱他 真爱他 现在放下 我到极乐际间 去做福 做了福 我再来帮助你 祝你们 这是真爱 这是不谁了 佛 佛法 非常重感情 当年 方敦伟老师告诉我 没有感情的人 不能修这句 没有感情的人 不能做福 你看 佛要大慈大悲 要平等度一切众生 你不喜欢他 那是不行的 是谁最有情的 佛最有情 佛有情 他不迷 我们有情 被情迷了 迷了就错了 不迷就对了 不迷叫真情 为什么 真心用情 现在的事情 是忘心用情 全用错了 全造罪业了 真心用情 智慧 真心是智慧 不一样 那是救度众生 阿 尼 佛 佛 阿 尼 佛 阿 尼 佛 阿 尼 佛 阿 isions 場 点灯